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北京的六里团 朝阳区都是群体事件 全国几个点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垃圾焚化的问题 徐老师在聊完之后又做了点情报工作 你要是君子予以义还是要小人予以利 怎么讲 我们先讲小人予以利的事情好不好 我看了材料说他利润非常大 说这个是一家公司 他准备在潘育那里盖的那个公司叫广日集团 广日集团是跟日利坐电梯的 那看来是有一部分是日资的 他们投资1.5亿 然后给另外一个叫日性 利性的公司1.5亿 说他们给他算了一笔账 因为这是特许 原来在中国处理垃圾肥水 我所知道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 他得到的一个特许是什么 医疗垃圾 你知道吧 国家有规定医院出来的垃圾 不能跟一般的垃圾一起处理 你长期来说这个是非常好 所以医院的垃圾是要特殊处理的 这个特殊处理的特许经营权 因为你所有医院都要给他来处理 所以他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现在这个也是一样 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要争 这个这个炉有这么大的利益 他背后是多少以上 原来政府啊 一顿垃圾给补贴的 就是60 最低的是60 他们估计那个到140 上海是120 一顿 一天 一年 我看哈 朱老师 每天一万两千顿 换句话说 每天政府如果这个厂他在烧的话 他光补贴每天都能拿了一百多万 但是呢 因为他是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他的电呢 政府包了一定买下来的 所以他全部的投运的成本 卖电费就可以平衡了 政府补贴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你说你看多少亿啊 25年可以得到一百五十个亿 他投资现在只有三亿 你想三亿的东西 没人可以侵犯有一百五十个亿 所以他说你说这个动力有多大 这个这个在背后哈 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上千的民众去抗议 最后市政府还说只要查清楚了 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干 他那个调查很有意思了 他说这个拿到政府特取的是广日集团一家 但是他去找了另外一家 成立了一个叫广州环头 就环保什么东西 他们就在记者就提出疑问 他说这不是等于把自己锅里的肉分一半给别人吗 对肥水流了外人田 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就要分 所以你知道中国的事情就这样 你就怕出名啊 这事情给一闹出了名了 截许其他东西都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现在记者就狂追啊 他们就在分析那两家功夫 他为什么要会给他 他那么大的利润等等等等 还有选址 还有妙妙的问题 你看到没有 他选了那个地方 据说从04年就开始选择 选到现在 他选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周围的楼盘啊 都已经很出名 都全盖好了 而且都卖了 就是雅士居啊 什么祈福新村的 香港都很出名的嘛 都卖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厂影响到附近的楼价的话 吃亏的就只有是居民 地产商全卖了 就地产商没关系 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 因为地价早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全卖了 如果选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许更偏僻 也许还没开发呢 那就会将来影响将来潜在的地价 政府收入就会下降 太黑了 这不叫黑啊 他们就很合理的考虑啊 你想我就知道 政府的地价会受损失 那个营运商 不是 那个开发商将来就会受损失 现在呢 就那些买了楼的 这些人着急 他那个潘雨那边附近有的居民 现在已经是降价五六万 卖自己这个房子 个房子 地产商没事了 因为这个房已经都卖掉了 谁愿意在垃圾旁边呢 是 我刚才看你们那财务上 有一个女的 好像已经建成了楼盘 挺高级的一个 一个公寓房里面 带着一个 房独面具 带着北京的 那是北京的 我自己觉得是他的名字没弄好 他不应该叫垃圾焚烧炉 他就叫再生发电厂 哎呦 你更会 他应该请你当资讯 你知道 你知道居民啊 大部分的楼价跌啊 恐慌啊 不是因为那个奥而英啊 那搞不清楚 那科学东西搞不清楚 只是人家会说 你说你将来买房 你跑去 那个心理上的感觉 对 你说你旁边 左边一公里 就一拉个 这个烧完了以后 是不是味儿确实很大呀 他按照 按照他们的现在的说法 说这个是非常高科技的 日本的 这个 应该烧出来是不污染环境啊 等等 日本连大蒜都没味儿 所以我是日本的 但是另外的专家说 咱们可以 这个垃圾 这个焚烧这个工业 在西方也是西洋产业 日本美国在90年以后 他还生产这个设备 但自己都不用 现在是卖给 当年日本是焚化炉大国 最高的时候6000座 但是日本现在已经减到 1800座左右 可是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啊 看来 他那个我看他政府新发布会的意思讲啊 不烧不行 还是得烧 你这个别的办法啊 咱们这个人家就说嘛 说比如说垃圾分类 说像日本的分类 那个就是君子予以义 我刚才讲的是 他讲了说你这个有人提出这个 当然是非常好 但是呢 听起来像乌托邦 以中国现在的具体情况 你能够实现像日本德国那样 那么分类到那么那么细的那种程度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焚化还只能是我们一个大方向 焚化首先体积啊 化就小 小了一半 甚至80% 这小很多 而且还像你徐老师 焚化呢 它就带来的利益嘛 它政府就可以获利 商家也可以获利 商家获利 政府也有好处 对不对 总之是例子当头 而且分类有很多的压力啊 你知道你运垃圾 本来一车运完 现在要分五车三车运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就我们我们那天也讲了嘛 你家里分的再好 你跑出去一看垃圾桶只有一个 有人甚至看到过小区里分的很好 跑出去垃圾车是一个 可回收的跟不可回收桶 往一个车里倒 哇那分的很辛苦的那些 那些小区的工作人员 看的就心里很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力跟意思相结合的 你要叫老百姓分类 有点糊涂 就是说咱们这刚才文涛说这个 就我们从文化上 从这个思维方式上 就首先是一个 不是一个分类型的民族 这个有很多人谈过 西方他从根源上就是分析 中菜西菜的区别 我们就是综合型的 对吧 中菜西菜 我们这很多要把要配料 把所有的菜炒在一起 而西方的他都是 你看牛排是牛排 蔬菜是蔬菜 我们一看你这个没加工啊 可是东方的确实好多东西 你看东方还就日本料理 它是分类的 很很清楚 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 所以日本人分类分的厉害 他们分 他们所以讲 然后他们这文化上 是不是有点 有点基础的 而且我注意就是说 他确实容易融入 欧洲的这种方式 日本菜在国外就是最贵的 他讲究 好像很讲究 一小碟一小碟什么 他价钱卖的高 中国把很多佐料 很多用 从文化源远上 但是被认为是低级的 不能这样说 菜餐 不 他不是 他确实中国菜 其实我个人认为 最高级的菜 世界上 我的认为就是中国菜和法国菜 这是两个有古老的宫廷菜系 传统的两个大菜种 但是我们和 和法国的 就是不 不 法国也有 他以黄油什么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们就说 就是中国菜这个菜系 他就上不去 跟他的前现代的这种形象 是有关系的 什么叫前现代 他在这个 因为现代文化 我们现在说西战 就是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 源头上 它是分类的 理性的 区别 很细的 而我们这种 你像就像印度菜 也是 都是煮在一起的 印度 说实话 比我们更 更不分类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像那时候 民国的时候 他们像什么 梁启超 什么 好多人 都讲到说 印度是一个坏的榜样 为什么他老被西方人侵略 打不过呢 就是因为他气候太热 地理上 他们也没有 当然更没冰箱了 他们的东西都存不住 所以他们从头上 就要把这些东西 全煮得很烂 这样才能消毒 你吃了才不会生病 所以他的饮食 其实印度菜系 也是一大类 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 对 印度的饼也好吃 饼有 其实它有各种 然后它的菜 虽然都煮得烂的 不能再烂了 但是它的调料 叫chutney 它有很多种chutney 就各种各样的香料 那这就分类的很厉害 它分完以后 它还要煮在一起 它不是单个给你上的 到底就是 咱东北有一个菜 叫乱炖 就有点这个乱炖 你说这个角度 是挺有意思 他就是说 跟思维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有关系 我们包括你看中国的很多公司里 你就知道 它不是分工很清楚的 是所有的事情混在一起做的 而且我记得你比如说 文道有一次还写了评论 就讲说舆论界的事也是这样 文道讲什么呢 就是说 他就说这个中国人 能不能学一点逻辑 对吧 或者说你要不学逻辑的话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比如说 我就拿文道举例子 我见到有一次 文道 好像给一个女诗人 叫什么赵丽华 什么的 就是道歉 大概是因为他写的文章当中 关于赵丽华的描述 出现了一个误差 然后他就道歉 我当时的感觉 就说真正的学者就是这样的 就是事实就是事实 跟自尊心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你看我们生活周围啊 很多不一样 这个说起来啊 咱不是歧视妇女 我当时听说很多丈夫就抱怨 说女人的毛病 他说我老婆 模糊思维 不是他不是说 他说也没用 他说呀 这个女人 你说他什么给他提意见呢 这个意见本身 他是不记得的 他记得的就是说你批评了我 你老公你说 你说我不好了 所以他就算很难搞吗 他说 我老婆 我咱们说事吗 这事到底是对了 还是错了 但女人不管 你说我不好了 这个从我们再 回到刚才那话题 是分 要我们用中国的话来讲 叫阴阳两极 东方文化是被 西方是认为是阴的 偏阴的 阳性的是男性的 男性的从脑是更理性的 更分析性 而女性被认为是感性的 直觉性的 他是有时候是 就是情感和理性 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文艺界的 就是说 这认为是一个阴性 就是女性多的 我这里已经 听你们这么刚才说 我已经发现有三种了 一种是发展阶段的 你就说工业社会 是比较分的 前现代比较不分的 一个是东西文化渊源 那比方说西医是比较分的 内科外科什么什么 中医是不大分的 中医都讲义的 对不对 那个是不大分的 第三个我现在还发现 你们说男女都有区别 说男的比较分 我能找到一个例子 他有偏 包括你刚才我就说 他刚才说 在公司里边我们不分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西方的 不论是大学里 还是企业里 有很多岁数大的女秘书 他而且很职业化 他很对自己的 当秘书 给一个比他年轻的 男的老板当秘书 他没有什么 他觉得男的秘书 男的这个老板 也觉得很好 他很能干 他一是一二是二 而我们这边 这女秘书 必须得是年轻的 得是漂亮的 得是带的出去 饭局也可以 会议也可以 因为他以身夺用 多功能 又是秘书 又是赔酒 又是公关 你看他当了多少 又是助手 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谁 一专多能 我不跟你说别的 你看中国的主持人 都非常特殊 他可以又主持新闻节目 又主持娱乐节目 又主持综艺节目 你在西方 新闻就是新闻 对吧 中国你像 当年我记得 我还得了一个什么奖的时候 对我的评价 就是说 那个是我们追求的 就是说 这个人是采边波一体的 他能做幕后 能做幕前 会采访 能主持 能主持娱乐节目 体育节目 家庭节目 新闻节目 所以他是 全能行的 乱顿 乱顿住 可回收 不可回收 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看出来 这个人 心里是什么样 思维是什么样 其实决定他外在的行为 脑子里不分类的民族 你怎么能指望 垃圾分类 他能够把具体的 这个可降解的 不可降解的 甚至像日本那样 分25种 扔在25个不同的桶里 但是我们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存在决定意识 等到分好了 脑子就会慢慢改变的 你看看几个照片 咱们给大家看看 你看 咱们这个乱顿 而且你看 这个就发现没有 夕阳夕下 它又是一种 怎样的后现代美感 对吧 地上是垃圾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 垃圾美学 你瞧 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样水乳浇荣 对吧 和谐 和谐嘛 跟环境 然后你再看 这是焚烧 薛老师 这是某些 这个很很乡 乡村镇一级的 土法焚烧 他们焚烧了以后 那个白灰全掉在树上 哎呦 所以一点都没 你再看下面这个 这是日本 你看 这就是他的分类 扔在什么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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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分类的这个思维方式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我们要从心灵开始抓起 就是说 我在生活中也看到 我们老是就是说 哎 这个事情 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分开 就像那天 徐老师讲 最近台湾 还有一个 呃 事儿 叫什么来着 马英九的那个幕僚吗 对 他有个小马克 搞这个 搞这个 搞这个婚外恋 婚外恋 嗯 搞这个婚外恋 这个也是属于说 就是说 你是行政的 呃 你是你是搞这个的 但是呢 一般老百姓觉得 你啊 也得是这个 维护 传统的婚姻价值观的 呃 另一方面你还要做到有能力的 另一方面呢 你最好还像马英九那样 你长得帅 我们是几个印象 加在一起 你的分高 对 所以他去 这点上吧 你看一个最老的 现代的这个呃 国家的地区 就是欧洲 是反而在这点上 他是最 连美国这种新兴的 现代国家都被欧洲人认为 就是说 你把这个分的还是不够细 你总统就是总 他是一个公职 和你的私德 私人的行为是绝对是两回事 所以在克林顿那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拉链门事件期间 就欧洲人真的是要耻笑美国 他就认为他既然是一个称职的总统 那他的婚姻管你什么事情啊 他是跟他的夫人 其实他们俩之间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搞到媒体上来要把他作为总统的评价拉低呢 他都认为你都美国都分的不够 所以听说美国的垃圾分类不如欧洲那么细 都是通的 他是不是有关系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这个印度也很有意思 他确实啊 咱不要讲这个这个垃圾啊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 我觉得确实东西方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我就说我读那个耐布尔写的那个书嘛 他是1962年写的 那个时候他对印度的这个为公共卫生啊 非常失望 他就批评嘛 但是他就讲到 如果你说印度人脏 印度人是最生气的 因为印度的宗教啊 是最讲究静的 洁净 印度人认为自己是最干净的 甚至印度人 比如但是他就说啊 印度人在1962年的时候 他观察到的是 他是印度人对干净的这个概念 和西方的公共卫生有所不同 比如说他说这个 蹲在这个恒河边大小便 这个什么哈 印度人不提 但是印度人会说啊 你们欧洲美国人才脏 为什么呢 我们左手是做爱的 右手是吃饭的 你们欧美人左右手一块吃饭 一块做爱 你们太脏了 而且他还有这种 他跟种性的区别有关系 他不是有四个等级吗 就是说婆罗门这个教室 这个这个等级会认为 那个底下的就都不是那个守陀罗 守陀罗之下叫不可触摸者 这些人为什么脏呢 他认为 就是他们所从事的 第二是沙地利 那是帝王的 那是就是说 一个是教室 一个是帝王的 这都是高中性 废舍和守陀罗 这在之下是不可触摸者 这些贱民 他从事的是不洁的职业 比如说他扫地 比如说他制阁 就是你要摆弄牲口啊 你想他要穿皮 比如说穿的皮衣皮鞋 都是这些人做的 所以这些人都不能进入 这个上等种性的人的视线的 因为你不干净 所以我碰到的 从这个角度看 印度的分类又分得很严格 所以啊 他把人分类 他们西方人的 平民啊 平民有战功 还能身为其事 印度的种性是在来 在一生里面是不能穿越的 你知道吗 徐老师 永远不能穿越 你知道吗 徐老师 这说明什么呢 西方的分类是对事不对人的 他分物 分垃圾嘛 分东西 东方的分类是对人不对事的 我把你人 咱这个衣服黄瓜蓝色黄色 分的可严格了 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美国一个 广告之后再讲 枪枪三言行广告 问题挺复杂的 我说的 刚才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就美国一个大品牌子 是做鞋的 它是很高级的 包括在意大利有很多著名的做皮鞋 这品牌设计是到印度去推广 它的鞋子 叫杰米处吧 还是个亚裔的 杰米处很贵的鞋子 到印度以后那些 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都不理他 不理他觉得你一个做鞋的 你再牛 你做的再高档的 你是一个制格出人 所以这种文化 它分就分在人上 这是文化物质 文化互相错位 我自己对于自己的垃圾怎么分类呢 我是最近有点犹豫 物质的垃圾比较清楚 你土坛土在纸上 厕所 这个其实都是分类 思想的垃圾呢 也有分类 有些话在三人行所 有些话写在论文里 看不同场合 说什么话 其实就是你的出去的东西的分类 就是欲望这个东西啊 你该不该分类 这个就男女有别了 男的 这个女的不分类的 女的欲望 就要合一啊 你比方说 你现在看到一个 你看到一个漂亮的 一个人怎么样 你爱他还怎么样 这个是比较合一的 男的有时候分类 对不对 知道某些欲望去哪里 某些欲望去哪里 这个子东 我觉得你讲太粗放了 就是性爱性爱 他其实就是 我绝对认为很多女人 是能分开 性就是性 爱是爱 但是高有高低之分 就没有爱的性 没有爱的性 确实是相对比较低级 对对对 我也觉得 所以还得分类 所以还得分类 分类 这个我认为 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 就是要分类 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五四的时候提出来的任务 德先生 赛先生 我觉得这个民族到今天 相当多的人口 缺乏科学思维 我们很多的丑剧闹剧 都是根源于这个 就没法聊 没法跟你聊 你知道吗 你的脑子根本是一锅粥 就乱的 能不能一是一 二是二 是吧 这个件事归这件事 那件事归那件事 它其实是不可跨越的 就算正反合 你先得把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因为我们老说 我们东方文化最后 是要 是叫到最后的 是对这个现在的